其實如果看回這個組成 今次的青年發展委員會 如果是由泛民主派 立場比較清晰的 其實是只有我一個的 所以在今次這個委員會裏面 我覺得我的責任是非常之重大的 我是需要盡力去反映 其實現在時下年青人 尤其是泛民派 或者是一些小康家庭 中產家庭基層出身的家庭 他們的聲音 我希望青年發展委員會 有我這把聲音 其實可以令政策更貼地 更加可以準確地了解到 其實時下年青人面對的是 一些什麼問題是什麼問題 包括什麼呢 其實譬如我們的就業 向上流的機會是欠缺 現在政府經常鼓勵 年青人去大灣區發展 但其實大灣區的發展 是不是真的適合時下的年青人呢 除了創業之外 其實時下年青人去到 還有什麼其他機會呢 也都有沒有足夠的配套呢 而在香港裡面 其實我們是不是需要的 不只是單一化的產業 即是金融業 其實我們也都需要多元的產業 所以我都希望 政府可以多加力 在這一方面發展 除了之後 就是用青年發展委員會 其實今次青年發展委員會 等會開第一次會議 那我聽就應該是根據之前的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出過一份報告 他在當中選一些priority的 那待會就會談 那我希望可以多一點 是關注到 嘗試一下年青人 民生的 你剛才說到大灣發展區 其實這一件事 都是很高層次的 其實會不會再貼地一些 例如學債 或者真的 即基層的青年會面對的問題 是的 基層的青年 教育的問題 向上流欠缺的問題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類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 正確就是今次青年發展委員會 會面對的其中一個挑戰 就是現在青年人其實是面對著很多種類的問題 在可能篩選的過程中 其實是怎樣去分配的種類性 其實青年人現在是面對著著很大的壓力 其實是很多方面的 有教育的問題 有就業的問題 其實也都有置業的問題 其實就著這三個大議題 就著政府特首之前所說 其實我覺得這三個都是非常值得的 你覺得自己可不可以在這個青年事務委員會裡面 就代表整個非建制的光譜 我自己覺得我絕對不能夠代表整個非建制的光譜 但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 就是至少有一把民主派的聲音可以吸引 即我盡量反映到其他人的意見 那第一天開會 你第一件事會說是哪一件事 我都要看回第一陣的會議議程 還有有什麼空間 但我想問你這把聲音 你覺得可以為這個會議帶有什麼改變呢 其實這把聲音如果是帶出一個不同的意見 或者有相反的意見 可以說到給政務司司長聽的話 其實都已經好做了 好了 嘍 很不容易 你主要是想要看 以及所有的事情 你会提供对EQE的事情 和什么事情 你会提供对EQE的事情 在EQE的事情上 在EQE的事情中 在EQE的第一次设计 我相信 他们在第一次设计 在最新的事情 会谈到的一些事 他们会与其他事情 的事 I will try to reflect more of the problems that are faced by the lower class, middle class youth in Hong Kong and I will also try my best to reflect the request of the youth to have a real youth parliament something like that in Hong Kong, a youth council. So with democratic elements, a democratic election selected by the youth to design their own agenda, to reflect their own opinions, to monitor the government's work. So I hope that we can in the future have a real youth council like a youth parliament in the UK in the future but I do believe that this time the YDC is nothing of that sort. Will you actually have to try to democratise this youth parliament commission to make it more transparent and democratic? I also think that if we increase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YDC and that the public can monitor the work, of course that will be better. But I think that we can go via both routes. It can be something separate. It does not have to be on the basis of this YDC. As you said, we can go beyond the need to add a lot of information. Yes. Maybe you can reach this way. And you can answer the question? Do you want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Yes. Actually, I think this is a interim step. This is a interim step. This is a青年發展委員會. I think it is not perfect. It is perfect. It is perfect. It is perfect. 其實我理想的香港是有一個青年議會 是真的年輕人自己去選出他們的年輕議員 去制定一些政策的綱領 去制定他們想要的政策 政府想應該要就著他們什麼議題去作出更多的功夫 那你打爭會不會跟委員會提出這個構思呢 是 第一陣如果是根據上次那份報告去說 其實上次那份報告都有提到青年議會的訴求 所以我都會盡力反應這個問題 擔不擔心被人說加入這個建制 會可能跟其他不同光火的年輕人 現在你也知道表祖派的年輕人比較多 會不會比較遠離了呢 我覺得我會盡力去維護他們的權益和反應他們的訴求 譬如其實很簡單他們的言論自由 我都會去保障的 但是當然我去反應的時候 我未必可以真實地準確地完全反應到他們的意見 但是至少我會盡力去希望反應到他們 你會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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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其實我覺得今次青年發展委員會 其實由其早成或職責職權範圍來說 我覺得比較有機會做到三言 其實對於三政我不覺得今次青年賽事委員會是做到的 當然如果適當的時候 我都希望可以反映到一些政治的訴求 但其實我覺得政治的訴求 其實年輕人譬如他們想參選立法會 其實政府是不應該去支持他們的 就是很簡單 其實已經有其他渠道 年輕人是可以表達政治訴求的 政府應該重視和領導他們的意見